我们家也有人在使用线上上课 所以常常在网络断讯 造成大困难 我现在使用的设备是爸妈的手机 因为家里有两人共用这个空间 所以导致网络很慢 画面有时查出 也导致讯息会打错 偏向国小孩子讲出疫情停课期间 他们面临的学习困难 而部分的家长还要烦恼失业 减薪等经济问题 而福联盟透过调查发现 偏向孩童仅有33.3%的学生 有自己的3C设备 有两成的学童甚至只能用手机上课 显示出偏向教育落差 即便是借了这个平板回家 也会还有连线的问题 连的上线连不上线 或者是会不会操作的这个问题 它的那个软体的一个配备 可能要跟学校的一个 所使用的那个线上学习的教学 事实上是有落差的 还需要做更新做什么的 除了软硬体设备不足 成为偏向孩子学习一大困境 而蒙更发现有超过两成的学童 独自一个人再加上课 没有大人的陪伴 导致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学童容易误入陷阱 大概四分之一的孩子 只是每一天玩超过两小时的 那再进一步去跟他们了解 其实他们不只是玩游戏跟同学聊天 他们也会跟网友聊天 网友就是就会涉及到网路交友的问题 或者是近来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有些人会特定锁定儿哨 然后索取就是交友 然后索取私密照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网路安全怎么样保护自己 偏向教育涉及到的不仅是资源问题 同时也隐含照顾隐忧 要如何让孩童不因城乡差距 而有学习落差 应该是政府更要面对的 教育问题 人间卫视陈明廷 陈一轩 台北采访报道